不知道弟弟怎么样了 我总觉得这不像是我们能处理的任务 稍有不慎 连六剑魔族都要死在洞口 看样子几乎都没有活着出去 怎么回事 这些死士组复活了 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 黄鸣之火 雅婷 狗狗 站住 走开 我坚持不了所谨 这 竟然是光元素精灵 传说只有在天体间最纯净的光元素中 才有一万分之一的机遇 诞生出光元素精灵 他们生来无惧无数 极难被捕获 但只要与人类递结齐约 就会成为最顶尖的灵路 为拥有者的任何光明属性技能增幅 他是所有光束性职业最梦寐以求的宝物 而且在联盟的记载中 已经有数千年未曾出现过他们的增迹 没想到魔族竟然抓到了一个 还派了一名七届魔族护送 这其中一定有蹊跷 不好 这些黑暗里的隔壳是他 你先把他救出来 你先把他救了 你先把他救了 黄兵 赶紫色 还是让他救了 是吗 你先把他救了 你先把他救了 大人二人 人一人 我现在过去 你先把他的毒 小傢伙 你太虛弱了 希望这些光元素 能对你有用 我会将你带回去魔关 交给狭者大人 他会安排人 给你最好的救治 团长 这是七阶四血贝塔的魔疆 去立魔塔 至少可以换 两千宫区 我们这次赚大发了呀 那 团长 那 团长 团长 你发什么呆呢 本公主看首饰的眼光 从没出过错 这条项链一看就不是凡品 什么 宝妃 宝妃 玲儿妹妹说的没错 这光泽 这质感 绝对是个难得的大宝贝 等等 团长 七阶魔族亲自护送的大宝贝 肯定很值钱 咱们自己留着吧 不 我准备把它上交 团长 为什么 练魔屯在外执行任务 是可以保留战利品的 七阶魔族护送的东西肯定不简单 很可能关系到驱魔关的安慰 所以必须有信 对啊 到底是什么宝贝啊 这是光属性职业者梦寐以求的至宝 在场所有光属性职业者出列 光元素精灵 看来侠者大人已经医治好它了 什么 怎么会是光元素精灵啊 天呐团长 总知道我们说什么都不教啊 你知道这东西 记忆千年没出现过了吗 别说五百弓学 五百弓学也获不来一个光元素精灵啊 看来我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释放你们的光明气息 光元素精灵选择谁 谁就能得到它 但一切随缘不可抢求 否则军法处置 尊贵的光元素精灵 我陆西 先天内灵力六十二点 希望能与您定下平等契约 将光明照亮整个大陆 先天内灵力七十六 目标是神英王座 先天内灵力高有什么用 我可是六界巅峰 比光元素亲和力 还是比你强点 光耀天使团团长里员令 齐阶电风守护即使 对于光元素精灵 我们光耀天使团至三必得 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光元素 都没有那个人的温暖 团长 你快释放光元素啊 这么稀罕的宝贝 可不能给他们拐跑了 你看 我们这些人围着他 像不像一个囚肉 小家伙 小家伙 你太虚弱了 希望这些光元素能对你有用 是他 我的等级比他不高 我的先天内灵力高 快选啊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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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我对光元素的吸引力最高 一定是选我 走啊 真的太棒了团长 怎么会这样 他连光元素都没有释放 对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 你对光元素的亲和力 怎么可能比我们团长更高 你肯定是了诈 光元天使门 出力 先拿下他再说 怎么 想打架吗